在北京,喜欢爵士乐的朋友们都知道,九门爵士音乐周 它从2005年举办至今,已经成功地跨越了10年 在这10年的时间里,音乐周邀请到了众多海内外一流的爵士乐大师前来交流 近年的演出阵容也是超级强大 那接下来就赶紧带着轻松的心情,一起来欣赏爵士乐为我们带来的潇洒吧 爵士乐对于中国乐迷来说可能是既熟悉又陌生 在电台,餐厅,咖啡馆,我们似乎都能听到过动听的爵士旋律 而真正的专场爵士乐演出却似乎较少有人关注 北京的九门爵士音乐周已经举办11届了 它的名字来源于北京城的构造 将九门灌在了这样一种外来音乐类型前,似乎有种中细交融的独特韵味 今年的开幕演出,选在了北京酒剧场呈现 这也是九门爵士音乐周第一次举办以国家为主题的演出 音乐周的创办者黄勇说 这样的环境似乎更符合爵士乐的氛围和气质 创这个音乐周是2006年 差不多在2004年,05年左右那会儿 我发现我很多的演出,包括我身边一些我特尊敬的一些音乐家 我们在一起合作演奏的,就都是我们自己写的了 一个外来的文化 到达一个地区,一个民族 它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出化 然后它有自己的作品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然后这么着就一想,那就把大家聚起来 是一个最大的表演的演出 这是最大的表演的演出 的演出的演出 的演出 的演出 我说是非常有点的演出 就是这个演出的演出 就是这个演出的演出 但是它没有任何国家 在这个演出的演出 的演出 所以 我们在演出的演出 演出的演出 是 军事乐演奏通常是由艺术家极限完成 每一对演出对于观众来说都有着不一样的惊喜 本届音乐中观众们不仅欣赏到了来自波兰 瑞士 美国的音乐家们的精彩演奏 还有中国的古风 李小川 秦四峰等多位艺术家奉献的 独具个人特色的音乐作品和表演 我相信今天晚上通过我们的演出 通过我的唱的这些波索诺娃 会给你去除你心目当中的舞台 会给你浑身沾满了阳光 让你睡个好觉 祝你们今天晚上愉快 纵然过往却放不下 思念在随风飘望 带去想说的话 四天的四场异彩分成的演出 本届九门爵士音乐周被北京的乐迷再次带来了不一样的音乐体验 然而爵士乐的魅力却似乎很难用短短四天去概括 参加音乐周的音乐家和音乐人们都希望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人了解爵士乐的精神 感受爵士魅力 爵士音乐最重要的内涵是尊重 平等与创造力 这是爵士音乐最重要的 在中国可能接触的人和喜欢爵士的还是比较小众的一种 在世界范围内来说它并不小众 爵士乐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音乐 希望大家能够靠近它 有什么放不下 这种感觉让我忘掉了牵挂